好 近期來這外型像花朵的千層蛋塔 在全臺爆紅到處都掀起了排隊籌 但是也因為這一顆蛋塔就售價勾達75元 因此被說把客人當成了盤子 但是現在有烘焙師傅分析了這勾架的原因 就是因為千層蛋塔體積比起一般的蛋塔要大 再加上外皮比較多層 時間成本相當耗時才會比較貴 層層塔皮壓磨塑形 再倒入黃泉層蛋液送入烤箱 隨著時間空氣瀰漫 濃郁奶香 塔皮搖身一變 外表金黃酥脆 一道切下 內餡緩緩緩流出 直著蛋塔種的不是內餡 而是這項花朵般超過30層的酥脆塔皮 吃進嘴裡豐富口感 讓這波千層蛋塔蜂巢成為現在排隊美食 因為看看這人潮 一早11點才要發號碼牌 上午9點就已經排了超過20人 大熱天早起出門也願意 但其實這樣一顆最少要飆破75元 賣甜點就像在買便當 更被說是價格貴到 像被當盤子 我覺得現在甜點差不多是這個價格 甚至是再往上 所以我會覺得75塊對我來說還好 太貴 這樣吃可能記得蛋塔就可以了 可能吃一次試試看之後就不會再買 不過其實製作一顆千層蛋塔比起一般蛋塔 因為體積上的大小不同 所需的成本時間和原物料往往就是翻倍起跳 市面上的蛋塔大約小顆大概是50克 那千層蛋塔的部分我們是足足有110克 製作是非常的繁瑣 然後耗損率也非常的高 像是一般蛋塔用的一般奶油 一公斤只要兩百多元 酥皮蛋塔為了更有奶香得選用歐洲奶油 一公斤就要四百元 加上一盤酥脆蛋塔產出量少了一般蛋塔 整整五倍 時間上卻多出一倍 也讓千層蛋塔價格不得不一飛沖天 一個烤箱它最多可以烤四盤 但我們為了讓它烤得更酥脆更漂亮 那我們是就是一次是烤兩盤 烤一盤烤一盧的就是千層蛋塔 大約快一個小時的時間 國宏的千層蛋塔不僅外表閃耀 內心有料 背後成本更是讓人出乎意料 記者盧元汝林士達台北朝廣報導 記者盧元汝林士達成員